中共秘密布局太空戰 美情報總監 頭號威脅 美海軍揭避 中共正在上海建造003航母 林鄭是兩面派 預告他內鬥中下場悲慘 集中對抗中俄 美撤軍阿富汗 趙立堅軍日核廢水 大陸核電廠牌坊上限高10倍 習近平卡拜登下馬威 美特斯訪華不得外出 輝瑞疫苗抵中國 消息被火速屏蔽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國際新聞眼 今天是2021年4月16日星期五 據美國國防新聞週刊報道 情報界報告稱 中共正計劃使用一系列能力 將太空無氣化 瞄準美國和盟國的衛星 和在太空中達到或超過美國的能力 以獲得華盛頓從太空領導地位中累積的軍事 經濟和聲望利益 這些空間對抗行動 將是解放軍潛在軍事行動的組成部分 報告還強調 中共是美國技術競爭力的頭號威脅 俄羅斯的太空能力也不容小摧 情報界預計 中共將在2022年至2024年之間 在近地軌道上建立一個可運行的空間站 並將繼續進行月球探索任務 目的是在那裡建立一個機械人研究站 之後再建立一個 間歇性載人基地 報告表示 目前北京已經部署了 旨在摧毀近地軌道衛星的地基反衛星導彈 以及地基反衛星激光器 而且中共和俄羅斯現在都在強化他們的太空軍事 並且部署新的破壞性和非破壞性反衛星武器 美國海軍新聞網站 4月15日公布了一張 中共正在上海建造的003航母的衛星雲套 報告表示 中共的003航母已經快組裝員工 這個將是目前中共海軍最大的航母 該航母和美國福特級航母和法國的新一代航母的一個區別 在於福特級航母和發新一代航母都是核驅動航母 目前尚不知道003航母是否會裝備先進的電力驅動 或綜合電力驅動系統 分析人士估計 這個可能會影響003航母的作業範圍 報道稱003航母搭建了彈射起飛 爛了降落性型彈射起飛器 這個可以算是中共航母的一大進步 這個令003航母成為繼美國海軍和法國海軍後 第三支可以搭載固定翼魚影機的航母 報道表示 可能是為了應對中共的航母構成的威脅 日本和韓國都在修建和改造航母 印度也有自己的航母 而亞太地區 還可能會出現其他航母 例如 英國的伊利沙白號航母也準備前往南海地區 近日 外界直接炮軍建制派內部有兩面派 有分析認為香港建制派的內鬥逐漸公開化 茅頭直指特區政府高層以致特首林鄭月娥 親中共的香港媒體AM7304月12日 刊登中國大陸法律學者田飛龍的專訪 他宣稱香港建制派內部出現兩面派 部分人同時拿國家和西方利益 卻不願在政治鬥爭關鍵時刻挺身而出 他還說政府很多部門高官都不能表現成堅定的愛國者 而且沒有能力完成23條立法 針對田飛龍的言論 時事評論員劉世良在《蘋果日報》占文指 田飛龍口中的建制內部兩面派 不是民建聯、工聯會、新聞黨 而是指林鄭月娥領導的特區政府 因為掌握管治權的只有林鄭月娥 其實在2020年7月《國安法》頒布後 林鄭已經開始了她的競選連任工程 重點正是控制香港公務員 將他們變成列寧式幹部 只要林鄭一日在任 她都會繼續執行極左政治路線 只要林鄭一日在任 她都會繼續執行極左政治路線 不過林鄭這樣做是否能換取中共的信任? 資深評論員連月真日前詐文指 中共歷史上對一些曾經流用的前朝官員都非常獨立 林鄭後面是十多萬曾經效忠英國的公務員 而梁振英背後有一大批二流資本家的政治白手套 兩人在共產黨眼中都非善類 用緣必須自誅死地 一個不留 連月真指 這兩名特首 為免淪為代攀的走狗 唯一也是最保險的做法是爭取當二度特首 但是在北京替香港完成政改之後 林鄭的剩餘價值似乎已經歸零 她的下場如何可想而知 美國官員周三宣布 將同北約盟友從阿富汗全面撤出 當日英國外交大臣拉布宣布撤出阿富汗的軍隊 周四 澳大利亞也表示跟進撤軍 《華爾街日報》分析指出 拜登總統從阿富汗撤軍 是為了集中力量對抗中俄 報導指出 近期 俄羅斯在烏克蘭邊界的陳兵規模 是2014年入侵克里米亞以來最大的一次 中共空軍近來不停擾台 12日更是動員20多架戰機 進入台灣西南部空域 也是歷來最大規模的入侵 報導說 對拜登而言 2021年的外交重點 是西方民主國和權威國家 尤其是與中俄之間的競爭 拜登在上任後的首次記者會上說 習近平就是威權陣營的元首之一 和普京一樣 認為威權政治才是未來的浪潮 民主政治在日益複雜的世界上已經失令 報導說 拜登政府上任初期以貿易、人權、網路安全 和國際規則為基礎的全球秩序作為和中俄談判的要點 日本政府宣布兩年後 將福島第一核電廠的核廢水 安全地排入大海 中共趁機大做文章 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開炮稱 海洋不是日本的垃圾桶 又叫日本官員自己先學了這些水再說沒事 不過 港媒翻查資料卻發現 大陸核電廠排放上限竟比日本高10倍 據報導 日本政府決定兩年後 逐漸排放稀釋後的福島核電廠核廢水 水裡主要包含一種放射性物質村 日本當局指每年最多排放22兆杯黑的液泰村 也會稀釋到每升1500杯黑 濃度只有世衛飲用水標準的七分之一 眾新聞中國組翻查資料顯示 截至去年底 中國已經有16間核電廠 共49座核電機組正在運作 這49座核電機組同樣有將核廢水 排放入大海 當局卻沒有公佈他們每年的整體排放量 根據中共生態環境部2017年的一份批問 距香港近50公里的大亞灣核電站 放射性物質村的排放上限達到225兆杯黑 竟然比日本福島排放標準高出10倍 中共其他核電廠當年來同樣存在類似問題 而且介於中國冠商勾結現象太普遍 人們查不到看不到的污染問題 以及數據可能更大更可怕 不關心環境污染也不反核的中共 為什麼突然炮軍日本 這個背後有其政治目的 近期日本多次表明態度 在人權等問題上譴責中共 對於這個半腳石 中共當然會想盡辦法加以對抗 拜登上台後 首威到訪中國的美國高官 美國氣候問題特使克里 4月14日抵達上海 展開為期三天的訪問 敏感時刻此次行程細節配受觸目 據外媒報導 15日上午 克里下滑的東郊崩館附近戒備森嚴 周邊有多輛公安和武警車輛 崩館門位則拿著一份文件 查驗進入的車輛和人員 有報導稱 基於防疫原因 克里團隊未來三天將不會離開東郊賓館 外界還觀察到其他細節 譬如 中共是用一兩酒店的麵包車 將克里一人拉到酒店 而且沒有安排國務委員級別官員 見克里 評論認為 這是中共故意做出一種怠慢姿態 華爾街日報換引知情人士 消息稱克里在上海期間 將會建中共氣候特使解鎮華 等主管經濟和氣候變化事務的官員 此外 克里還可能和楊潔篪以及王毅對話 推特網友LT時介表示 拜登為何派克里去上海 今年 拜登最大的外交活動 是舉辦世界氣候首腦峰會 如果全球最大污染國 中共不參加 集會就白開了 克里是去懇求中共奉場的 可以看到美國不敢抵制北京冬奧會 習近平卻敢抵制拜登的氣候峰會 拜登的確是在習近平面前處於弱勢 日前有消息指 中國復星集團引進的第一批美國輝瑞疫苗已經抵達 有民眾立即表示 即使自費仍然接種 但相關消息很快被官方屏蔽 自由亞洲電台報道引述醫療界人士王善說 現在在微信上都將文章刪除了 被和諧了 早上我起床的時候 看到有人轉發消息 但立即被查掉了 疫苗這件事情本身相當敏感 現在國內 你看不到有關疫苗的客觀公正的報道 老百姓只能看到國外有人接種疫苗死人 國內打疫苗也有死人 近來 接種國產疫苗再度染疫 或者死亡的案例不斷傳出 如至4月11日 香港已經累計有16人接種疫苗後死亡 其中有14人接種科興疫苗 陝西3月份爆出一名醫院檢驗師染疫 而他在感染前已經接種兩劑國產疫苗 巴基斯坦總理伊姆蘭漢 總統艾維 也關於3月份接種中國國藥疫苗後傳出確診 雖然中共官方從未有過類似報導 但依然有中國網友爆料 接種疫苗後 產生嚴重副作用和死亡的案例 也更加加重了大陸民眾對國產疫苗的不信任 中國網民在微博上留言 老百姓傻時能打 就等輝瑞了 進口疫苗估計會自廢 但寧願自廢也要打輝瑞的 國產的賭爪前也不打 還有網友表示擔憂 終於等到了 但就怕還不救趙家人用